战七视频说到 王林成功感悟天道 被意境有所名物 却改杀学域国入侵四派联盟 面对周五太的邀请 果断拒绝参与其中 满击伤了前来打扰的四位元英后期修士 从Meta老哲口中 而这两国大战由一枚鱼顶引起 乃是进入与之仙界的凭证 于是王林迫切想要突破到发神 自从学域国入侵以来 四派联盟派出许多修士 一部分去悬挡盟友 一部分下所属的五级修真国求援 还有一部分则去朱雀国 探查世界真相 然而令四派联盟震惊的是 四周盟友都十分客气 这绝口不提三战之事 背后的五级修真国也下列 禁止其他四级修真国参与其中 并且也不管四派联盟与雪绿国之事 而且朱雀国的修士 一个都没能反悔 某四十尘大海 对中四派联盟花费极大代价 还从一位英别修士口中 而知背后的真相 然而雪玉国出现了一位女子天骄 给了一百年就修炼到化石后期巅峰 并且从未服用过任何弹药 被誉为朱雀星 半年来天资第一人 朱雀国确认消息属实之后 隆重了请此女加入 并给予极高的身份地位 之所以如此作为 该因为朱雀国想要冲击七级修真国 但是想要达到七级 要有修士修为达到更高层的境界 朱雀国目前的高手都冲击无貌 所以才十分留意天资惊人之辈 而雪玉国女子天骄 这说答应加入朱雀国 给提出了一个要求 就是让雪玉国攀升至五级 还要另选国制 当初男王誓死得到的那尾余顶 这是雪玉国用来抢干四派联盟国土的借口 王林从中武太送来的预见中 扭知了这些隐秘 惊情变得越发沉重 因为修真国地狱之争 凡人受到极大的波击 曾经热闹的街道早已冷冷清清 凡人在修饰眼中 理智楼已还要低微 王林越发体会到大倒无情 有了离开此地的心思 连是王林来到四派联盟集东之地 找上好的木量 因为之前那些木量早已用光 并且随着境界提升 木雕所需的材料 必须要达到百年以上 若是有千年木量 将会更好 等武太得知此时候 金子带人前来帮忙 近近七日就帮忙林收取了足够的材料 王林回到铺子之后 人们以最后一次雕刻 得自己彻底明目化神异景 即使失败 也要在新境上提高一步 连是王林开始雕刻自己从修道之日起 直到画凡时所杀的每一个人 随着刻刀翻飞 孙大柱 吉木老人弟子 唐立等一个个修士的木雕 纷纷成行 见见了 王林也望得正在雕刻 完全沉浸在记忆之中 如同看待一个陌生人一把 北顾四百年的人生 如横裂派 发现天逆空间 蝶石丝图难 扎招虎之师 引动唐立杀人夺宝 最终反杀夺鸡 执音宗 学明国 不化元 域外战场 历经一场套生死危机 修魔海 万魔诛杀令 古神之地 装手沾满血腥 林天宗杰英 杖国速成 直至今日画凡 恩恩怨怨 纠缠不清 直至画面不断闪过 一幕幕人生缩影 荣莫心神 最终凌成生死二子 这些四百年的杀戮 让王林明白死的含义 随后三十年的画白生活 让他知晓了生的意义 最终杀戮感悟 凝聚诚意为方念 融入原因当中 王林这才停下雕刻 离开了这条居住了 三十多年的老街 到达街口的瞬间 已然从一个凡人 反化为修士 此时的王林 这里画神已经非常接近 最后看了一眼 街道之后 把神离开了此地 与此同时 万里之外的一座城池中 大牛正在一处 住着三十多人的巫舍中 躺在通腹上 巫神的望着屋顶 大牛十分想念自己的妻儿 更想念王叔 心热的一切 因为这场雪灾 全都消失不见 每当看到身边有人冻死 大牛的心就如同刀子般划过 他担心年迈的王叔 能否扛过冬天 精确的妻子是否安好 每当大牛快要坚持不住时 窮口的木雕 就会散发出暖意 让他抵御很冷 即使如此 看着好似永远也清不安的雪 大牛心底也有些绝望 抵御之后 该次有大量相熟之人冻死后 大牛决定离开这里 把到妻子之后 逃离这个国家 按道深夜 大牛撤着看管的士兵熟水 一头扎解风雪之中 紧走在无际的雪人之上 大牛有种无处容身之感 突然大牛被脚下的东西绊倒 他看之下才发现 是具被冻僵的尸体 大牛吓得连忙趴起下前跑去 这再次被绊倒 望远望去 只见此地 有着无数尸体 绝望与恐惧的双重打击下 大牛几乎崩溃 滚在地上痛哭起来 雪酒之后 大牛突然感到身子一暖 一只温暖的手掌在头上拍了一下 而喘出一道无比熟悉的声音 大牛 不要害怕 大牛站起身 睁睁望着出现在眼前的青年 正是当初还同时 跟木雕铺子看到的青年 王林如亚 吹了一下 才开口问道王叔 你是先人吗 王林淡淡一笑 点了点头 最后带着大牛找到妻子 并且将俩人送到邻国边界 安留下不少金银之物 大牛与妻子败给王林之后 下一座边垂小城走去 王林也怒欣慰 了结了三十多年的英国 安排完大牛之后 王林并未马上离开四派联盟 他还想要得到雨点 因为随着越来越临近化神 王林若是察觉到天地间的灵力 似乎十分勃杂 周连天地珠彩节的灵力露水 也不是那么精传 所以王林将目标放在雨点之上 他要借此进入仙门 获取仙明之际 而想要谋化雨点 必须等到雪域修饰 与四派联盟战争的关键时刻 也是王林找到一座雪峰 安入其中等待时机 赶远间一年时间过去 四派联盟的凡间 已然常为死域 修饰宗门也分成两派 一部分打算躲避风头 另一部分则坚决反抗到底 这一日 四派联盟天空的一处裂缝 导出一位女子 尊律散发着冰寒之气 贼手就将封锁雪花的大阵破取 随着阵法破开 不数雪域修饰从裂缝中出现 见见会聚在女子时候 奇怪的是 四派联盟修饰 彭博对此时而不见 人都销声匿迹 直到女子下达进攻命令时 四派联盟境内 突然升起四道通天光柱 光柱之上 凝聚出一个个巨大的上古野人 但这些野人胸膛处 都盘坐着一个修为不低的修饰 操控着这些野人下雪域修饰工具 等到野人冲出之后 东方白云中 出现一位被锁链锁住的矛者 南方水墨门飞出一个桶点 眼内坐着一位红山修饰 西方青木崖飘出一团团黑色玉泥 美方黑魂派 则是一位柔弱的年轻男子 自然出现之后 论时将雪域国修饰包围在内 而半空中的女子 这毫无在意 回出一道五彩之光 版画成五个一模一样的女子 躺在雪峰之中的亡民探查之下 发现这五个女子 并非分神 而是五行之灵 甘尖就像那天溺珠 可是此里有五行之灵 很可能是雪域国那位千只娇女 即使不是 把神修饰也不是亡民此时能正面对抗的 离世亡民暗兵不斗 静待局势变化 这件白云宗锁链脑者向五行水灵冲去 其余三灵也各自找上其他几位化神高手 人火灵向着上古野人烧去 一时间天空中各色神通 把宝碰转不停 随着战局不断扩大 大量修饰阵亡 第二令亡民惊异的是 阵亡的修饰一旦莫地 这会瞬间变成冰雕 然后沉入雪中 让尸体沉入之后 一丝若有若无的法力波动散开 亡民见此连猫下下沉去 来到五千战后 发现一个巨大溶洞 溶洞内每格千丈 就有一尊冰雕 一带尸体落下 就会被冰雕吸收 亡民察觉此地诡异 任御显将此地场景记录之后 再次返回冰雪之上观看战局 另大定主意在两方化神高手 没有全部出动之前 一路出手 就在激战之时 雪域国女子再次召唤出 36座冰雪塔 每座塔中都有一位修士 其中最强的四位 已经达到化神后期 就在冰雪塔降临之时 四台联盟的化神修士 但空中的女子并不回答 中年男子叹气一声 扒起来进攻系后 无论此里是不是雪域国天骄 都要将其斩杀在此 更为激烈的大战即将爆发 亡民从中能获得什么好处呢 欢迎点赞关注 下期视频金牌继续